从看到喜爱的物品买买买剁手 再到卖闲置物品进行回血 买卖二手物品已然成为消费升级时代的潮流 南都民调中心近日发起问卷调查 发现四成受访者处理闲置物品选择二手交易 大多数受访卖家认为这样可收回部分成本 在定价方面 超四成受访卖家认为 需要根据物品新旧程度和市场价格而定 而在二手商品新旧问题方面 从不同性别来看 女性受访者比男性更介意二手物品的新旧程度 面对交易问题 受访卖家和买家均认为二手交易市场 要完善售后服务机制 另外调查还发现 有不少90后00后买家也热衷购买二手物品 那么您会选择买卖二手物品吗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博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